首先我们在恋爱中尊重彼此 对方身上的短处 弱象 我们可以去提出 可以去建议 可以去帮助它改变 如果它确实是需要改变的东西 而不是用这种不尊重的方式去沟通 当然退一步我也理解你确实是着急 因为它的很多生活细节 让人看起来很难接受 这不是你一个人挑剔 我相信男生哪一个姑娘都受不了 你说谁受得了这个 出门见家长第一回穿一破洞的衣服呀 谁受得了家里脏成那样 用人洗脸盆洗臭袜子的呀 就换成别的女生 估计也不跟你这样及时白脸地吵了 直接走了 受不了 你刚才在小片中说 我觉得人就应该自由自在的 但没有自律哪有自由啊 你不把自己约束好了 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一个自己 哪里来的自由 所以你的生活细节生活习惯一定要改 我们说在两个人相爱的时候 不要求对方为自己改变 但是不好的地方 我们自己对方不说都得改 我现在谈恋爱了呀 我原来一个人抽自己 我现在有女朋友了 不行 我得干净一点 将来我还要见我女朋友的朋友呢 不行 我得给她找点面子 这是起码的尊重 最后我想说的是 在爱情或者情感当中 其实两个人相处过日子 真的是取娼不断 我用我们自己的优势 去帮助对方的弱点 如果女孩子你真的爱她 她不爱卫生 你帮她 你身先士卒 你去提醒她 甚至你去做到让她看到 慢慢地去改变她 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她 用我们的长补她的短 我们自己的短努力往上提升 取娼不短 日子就可以越过越好 好吗 祝福你们 好 谢谢杨老师